原本平静的山庄突然出现了异动 一道耀眼的光芒射下来 所有人都变成了光 是怪兽吗 是迪迦要出来了吗 不 是丧尸 这道光也使我神志不清 我竟然原地做起了托马斯 片刻过后我的进化终于结束了 我神志逐渐清醒了过来 我愣住了 刚刚发生了神怒 我只感觉身体僵硬有些不听使唤 一步流神竟然滑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了 自己好像变得不正常了 缓缓低头竟然发出了清脆的咔嚓声 连低头这个动作也做得无比艰难 不会又断了吧 我看到我的手 竟然长出了尖锐的指甲 看起来无比诗人 什么情况 我这是变异了吗 变成了超级英雄 我想要去卫生间照照镜子 平常短短数步就能到达的距离 现在却走得有些艰难 双腿也无法做到弯曲 关节似乎已经断掉 几分钟后我终于来到了卫生间 缓缓来到镜子前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我直接愣住了 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变化 看上去就是一个丧尸的形象 此刻我的内心无比复杂 是我变成怪兽了 难道还有奥特曼过来 收了我不成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一阵电子音响起了 电正在检测宿主生命状态 正在检测宿主种族 检测完毕 各项符合正在改变 丧尸进化系统开始绑定 1% 50% 99% 系统绑定完成 开始正式激活 我找 不然就算变成了丧尸 可也是主角 可现在也有系统啊 就这一瞬间 我脑海里出现了 无数个超级英雄的场景 下一秒 骨头咔嚓一声 身体瞬间就僵硬了 吞妈的 忘了自己是只丧尸了 此时脑海中出现了一道画面 宿主 文锐 等阶 一阶 普通丧尸 进化值 0-100 天赋 崩坏神经病毒感染血腥进化 崩坏神经 因为丧尸病毒的感染 你的多处神经已经被破坏 为你增加了以下丧尸特性 1 你的身体行动迟缓 关节僵硬 难以追上普通人类 2 你损失了痛觉 视觉与听觉也被极大削弱 唯有嗅觉灵敏 能轻易闻到数百米外的新鲜血肉 3 身为丧尸的 你不会再感到疲惫 如果给你时间 你能漫步星球一圈 4 丧尸病毒加强了你的力量 达到了成年男子的三倍以上 病毒感染 你体内的丧尸病毒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任何被你撕咬的人类 都将成为你的同类 血腥进化 每增加一个感染者 你体内的病毒就会得到加强 你将获得进化值 技能 5 评价 这是一只平平无奇小丧尸 与普通成年男子五五开 前提是你能追上他们 听完我得意的笑了起来 但是仔细一想 怎么感觉这么弱 别的丧尸不是追着人要的吗 怎么到我这里 就成了跟普通人五五开了 嗨 我还以为我是要拯救世界的 没想到竟然还是一个罗鸡 看来要努力进化才行呢 我来看来